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喜欢吃学校后劫早餐铺的美肝菜肉包 我不管多冷的天都早起半小时去排队给她买 生怕她吃的时候已经凉了 一到冬天就裹着外套包在我怀里 我不知道别人的青春是什么味道的 我只知道我冬天的每件外套都是她喜欢的包子味 她喜欢打篮球 我翘刻的要去看她的比赛 喊到喉咙沙哑 也要用最大的力气为她加油打气 为她洋洋洒洒 写过两大文日记 每番几页就有几个被水经过模糊的字 我写过好多矫情的文字 最多的是她的名字 我喜欢她所以她说什么我都信 所以在高三毕业那一年 她说喜欢我 我也信了 丝毫没有想过她只是习惯了 一个人对她这么好 而那并不是爱情 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去了两座不同的城市 她在成都 我在南京 她忙着各种社团活动 身边永远不缺 其他姑娘 围着她打转 我也从未起过疑心 一地两年 每次都是我去找她 上学的时候没有钱 我买的是硬座 最快的那一趟要做24小时 下午三年出发 为了和她多待一天 我敲过系主任的专业课 差点被抓典范 没拿到学分 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 但在和她在一起的两年里 我总哭 高中的时候 看到她和其他女生打得火热 却对我依旧冷漠 晚上抱着日记本 边写边哭 刚在一起的第一年 即兴肠胃炎犯病 我一个人去医院 差点疼晕在路上的时候 我给她打过电话 还没开口 她一去忙 就挂断了电话 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 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当然那年国庆 我在去找她的火车上 被喝醉酒的大叔骚扰了 见到她的时候满肚子的回去 和她说的时候 她满不猜疑 继续玩着手机 以及关心的话都没有 我在回南京的火车上 哭了一路 整整一天一夜 我没有合眼 眼睛哭到红正 我看着我们以前 恨不得二十四小时 通着的语音通话记录 到最后一个星期 也说不上几句话的 聊天记录库 看着高三拍毕业照的时候 我特意站在她旁边 才有了我们第一次 亲密合照 哭 我追着她跑了一路 哭了一路 以生死力竭 为她加油打击开始 以我红肿的双眼为结尾 最后我们的感情 再我不找她 她也在没找过 我的零交流中 默认结束 在她的朋友圈 第一次晒出 她和女朋友的亲密合照时 我终于承认 感动换不了爱情 总让你哭的那个人 也不是真的爱你 都说爱情有让人快乐的魔力 我又为什么要一个人 在爱情里 哭的不能自已 没有谁能够让你委屈自己 爱情里也是 与其一个人在爱里逞强 不如找个彼此契合的灵魂一起流浪 反正余生那么长 我又何必放任自己被同一个人 一生再生 要好好共度一生的人呢 她可以不善言辞 但至少要具备恒恶的能力 不求那个人对我情深似海 但求 她能知我悲喜 疼我 宠我 绝对不会放我一个人 流泪到天明 世界那么大 能找到一个懂你的人不容易 但不管有多难 不论要多久 余生请你一听一听 要找到那个 不会让你哭的人在一起 才不算辜负自己 接一般的月光 躲着你的刺场 如果需要原谅 为何闪烁的泪在你眼眶 如果不愿让爱变分叉 是一段虚假 也许解不开 又不忍想 的是她 无法颠倒时差 头痛欲裂的怕 头痛欲裂的怕 不想被剧书唱 却又无法将命运去抵抗 一句彼此不再见的话 真实的欣赏 还来不及遗忘的人是她 还会像她 还会牵挂 还会牵挂 还会用她 用过的手帕 这些为爱付出 所有的家 让自己长开 还是像她 还是牵挂 还是牵挂 爱留着她 错过的相思 珍惜现在是她 说过我的话 我学会长大 我学会长大 无法颠倒时差 无法颠倒时差 头痛欲裂的怕 不想被剧手掌 却又无法将命运去抵抗 一句彼此不再见的话 真实的欣赏 还来不及遗忘的人是她 还会像她 还会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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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为爱付出 所有的家 让自己长大 还是像她 还是牵挂 还留着她 错过的相思 珍惜现在是她 说过的话 我学会长大 珍惜现在是她 说过的话 我学会长大 也许多的事 也许多了 许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